中医有句话叫做千寒一去,一湿难除 寒和湿都是致病因素 这句话就是形容湿邪非常的难去 实际上不是湿邪难去,而是你没找对方法 一般来说,中医认为湿的产生和皮的关系最为密切 因为水液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是由皮来运化的 如果脾气虚弱,运化功能湿长,就会导致水液停留在体内,形成水湿 所以说,要去湿,一般都是从健脾入手 但是很多人从健脾入手去去湿,发现效果并不好 就觉得湿很难除 其实这是因为你忽略了肝 肝在五行属木,皮属土,木能克土,正常情况下 五脏是一个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 像现在很多人,生活压力大,经常情绪不好,心情比较压抑 那就容易影响到肝的输卸功能 肝木欲制不得输卸,它就要去磕皮土了 就会影响到皮的运化功能 像这种人,他出了湿气重的一些表现 比如说胸闷,肚子胀,不想吃饭,大便粘,全身沉重,不想动 总是没精神,像睡不醒一样 往往还伴有心情不好,爱发脾气 肋骨下面胀满疼痛,总是感觉肚子里有气来回窜 舌苔往往是厚腻的,手头两边骨胀比较明显 那这种人呢,是呢,你就需要从肝入手去调理 先呢,疏肝解育,再去健脾立湿 那疏肝解育呢,有个药大家都不陌生 就是肖腰丸 它本身除了疏肝解育,还能够健脾 所以啊,如果你湿气不是特别重的话 可以单参考这一个药 那如果你的湿气呢,特别明显 有明显的头发油,腹胀,大便黏,舌苔厚腻等情况 可以参考肖腰丸搭配一个健脾立湿的森林白竹伞 那如果你是有干预的症状 同时呢,又感觉自己痰比较多 那多是因为啊,湿在我们体内的时间长了 一样湿成痰 这时候可以用肖腰丸搭配一个二尘丸 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用药呢,一定要对症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 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